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和两个孩子 星期一抵达了纽约 准备在今天在联合国前绝食 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 受到侮辱性待遇的丈夫 联合国的民运人士 纽约的民运人士表示 将全力支持他们的行动 直到郭飞雄在狱中的待遇获得改善 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君涛先生请他介绍有关的详情 王先生您好 你好 听众们好 是的 是能不能和先和我们谈一谈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呢 昨天抵达了纽约 那么你们也开会欢迎她支持她 那么具体有什么计划 除了在联合国前面抗议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郭飞雄先生呢是在5月9号时候 带出了话通过亲属带出话呢 在狱中开始无限期绝食 因为狱警们呢 狱方给他安排的检查是侮辱性检查 而且未经过他同志同意呢 而且对他采取了一些 侮辱性的监管措施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张晶女士得到之后 在5月19号经过考虑之后 她给这个国际有关机构 写了公开信 也给中国政府写了公开信 同时呢打电话告诉我们 纽约的各界人士 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声援 那么我们立即联系了 纽约各界的郭飞雄先生的友人 郭飞雄先生曾经两次到过纽约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许多的有人都表示呢 我们应当尽量的去支持 那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在次日就发起了 在联合国前接力绝食 二次小时接力绝食 到现在也有17位人士呢 参与了这个绝食 那么在前天晚上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女士 携带一子一女来到了纽约 我们昨天安排了座谈会 和纽约的一些意见领袖 和专业的学者专家 进行了讨论 大家也提了一些建议 那么现在计划就是 今天下午的 今天上午郭飞雄的妻子 张青女士会拜会中国人权 因为中国人权 一直在联系各个国际机构 和人权团体 对郭飞雄先生进行声援 那么今天下午1点 张青女士将到联合国现场 开始这个绝食的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 会在一些纽约友人的支持下 然后她会前往联合国 这个人权机构 去递交一些请愿书 那么这个请愿书 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么在明天的时候 她会在纽约拜会 向希拉蕊竞选办公室 还有其他一些纽约的 跟关心中国问题的 政要的办公室 向他们递交一些请愿信 希望他们能够关注 中国的人权问题 和关心郭飞雄先生的状况 是的 我们另外注意到 环球时报她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海内外声援 郭飞雄的这个 接力绝食的活动 冷嘲热讽 说明他们说 这个这样的做法呢 既不伤害身体 又可以做姿态 你们对此有什么回应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 你们认为在海外 展开声援活动 对于国内被监禁的 这个异议人士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对 因为我在 哥林别大研究政治学 政治参与实际上 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政治表达 一个是叫做 这个要影响公共决策 那么政治表达 是最基本的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郭飞雄先生 采取了无限期的 绝食的方式 我们就要伸援 跟进 而且要不断地采取 探索能更有效的方式 声援郭飞雄先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有效果的 我本人曾经是政治犯 1989年我作为六四的幕后黑手 判了当时北京组织的 最重的情 13年在北京市服刑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的一些 美籍华人发起了一个 给我写生日卡的这个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监狱接到了 小半麻袋的生日卡 虽然我当时的境遇 并没得到改善 但是郁方呢 感到很震惊 那么他们觉得呢 像我这样有一个 广泛的社会联系 和国际联系的这样的人呢 他们必须在法律 许可范围内 尽量的给我一些好的待遇 以免将来追究他们的罪责 所以我觉得这种 至少呢 对于改善郭富雄先生的待遇呢 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那么至于呢 我们在昨天讨论中 因为现在也有 二十多年的经验了 实际上对国际社会的施加压力 也还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像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 接到这封信 可以向中国政府询问 中国政府一旦启动了 这个调查机制 和回复机制 当然它会掩饰问题 但另一方面呢 一些非常恶劣的问题呢 他们也要进行收敛 所以那么从长远看呢 我觉得郭富雄先生 这无限期绝食 他的四点要求 是为了推动中国进步 我们今天在这里呼应他 对他表示这种要求 表示支持 同样我们一起 在对中国的进步 起一个推动作用 我们总是说呢 压倒骆驼需要一些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呢 其实并不是决定性的 如果在此前 没有那些稻草的积累 没有每一根的稻草的贡献 那么最后一根稻草 就永远不会到来 我们现在愿意呢 做这样的人 就只问耕耘 暂不问收获 好的 王先生 我在最后请问您一个问题 刚刚您在这个可能 节目中刚刚稍早也听到了 中国当局今天 对于这个维权律师 王金凌 还有 唐金凌 袁欣廷 还有王金凌 这三位 这个维权律师 还有异议人士 进行了闭门宣判 这和过去尽量避开 六四敏感日子的做法 有点不大相同 当局选在六四之前 来进行宣判 这是不是一种 很强硬的政治表态 你们还另一方面 就是你们今年的六四 纪念活动 有什么样计划 还有安排 这个是一个表态 如果是表态的话 那我觉得是他们虚弱的表现 因为在往年当六四的话题 如果他们不谈 民众也可以回避不谈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选择 这样一个时刻去提醒民众 注意六四这个话题 那么今天他们选择 这个时候表态 去进行判决 实际上是想告诉民众 六四这个话题 他们还要采取强力镇压 这也说明了他们虚弱 另一方面也说明 在国内越来越多的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 正在重新的关注六四这个话题 当然关注六四 不仅是关注历史上 失去的正义 而且更关注中国 应当有一个宪政民主的未来 那么为了推动民众 能够更多的关注六四 我们将在联合国和美东地区 举办七场活动 六月三号时候 晚上我们将在时代广场 举行一个大型的一个纪念晚会 六月四号将在华盛顿的 美国的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前 和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 举行烛光晚会 六月五号时候 我们在费城的独立中边上 举行一场纪念活动 六月六号在联合国前 举行纪念活动 傍晚时候 我们可能会在联合广场 举行纪念活动 六月七号在喜来登酒店 举行一场大型研讨会 主要讨论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 以及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君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 为我们说明各界声援 郭飞雄的最新情况